一名来自槟城的许姓男子 不曾遗失身份证 但是身份却被盗用 为吉隆坡的一家电务单位 向国能申请电流供应 在短短的七个月内 他竟然拖欠了国能高达 11924令吉的电费 还被列入黑名单 他今天在找一区 州议员方美来的协助下 召开记者会揭露此事 并报案处理 来自槟城威南省的许依林 去年因为要购买新车 因此他就向银行贷款 但是却无法被通过 最终他才获知自己 已经被银行列入黑名单 查证之下 赫然发现他的身份被盗用 向国能申请电流供应 导致他拖欠国能超过1万令吉 许先生透露 他在8年前到吉隆坡工作 期间他不曾遗失身份证 无奈他的身份证 却被注册在吉隆坡 汉卡斯都利路的电污单位 每个月的电费高达2000令吉 根据数据显示 从2010年8月3号到2011年 3月22号期间 他已经拖欠11924令吉 65仙的电费 让他不知所措 他今天在找一区 周易元方美来的协助下 召开记者会 希望国能能够彻查此事 好让他能够申请贷款 买房子和车子 方美来表示 除了国能 他也会向警方致函 要求彻查这些案件 我会替他写信给DNB 还有写一封信给我们的警方 要求说必须彻查这件事情 相信在整个马来西亚 不只单单 许先生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还有其他受害者 另外 为了确认申请者的身份 方美来就建议 国能使用指纹辨识系统 处理申请程序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NTV7 槟城采访报道